好 主播持續帶您關心大脂房屋倒塌的最新動態 今天已經是第四天了 但其實在前幾天的時候 這個基態建設 雖然是發出了聲明說他們一定會負責 不過他們的相關人員 卻是一直神隱一直都沒有出面 是一直到今天下午的時候 他們的董事長還有總經理 才在這個證交所開記者會來面對大眾 那在台北市中山區 這個住戶安置的旅館 他們則是有總經理的特助來這邊 跟住戶去協商賠償 還有這個安置的問題 只是稍早的時候 有實踐大學的學生表示 他們想要進去聽這個協調會 竟然是被趕出來了 原因就是因為他們不是屋主 來聽一下稍著的訪問 我們是租客 他針對屋主 很多東西都是針對屋主 所以你剛有進去但是被阻擋 對 他是當下是怎麼阻擋你們 他說我們只針對房屋的所有人 所有群人 我們不針對租客做負責 所以他說租客不能進來參加這個會議 他就幫我們擋在外面 那你剛下聽到有沒有覺得很小 我覺得蠻消極的 態度真的很差 因為我們是住在那邊的人 那這件事應該他們要做負責 我不管他是要對房屋的所有權利 他是對主客 他都應該自己好好做負責 而不是一直劈皮球這樣 那其實在今天上午的時候 李四川有提到說這個基態建設的人員 他們是承諾會給予這個1億元的救災費用 那另外還有像是這個如果住戶 他們不願意未來去住到南港的國宅的話 會以這個大直區的房價去補貼 他們三年的租金費用 但是剛剛實際是詢問到這個住戶 他們是表示說目前基態建設的人 都還沒有給予他們這樣相關的承諾 那進一步的結果呢 還要等這個協調會完成之後 才能夠再釐清 以上就要到情形選鏡頭的占捧內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